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簡單讓你跟男生有聊不完的話題 其實要跟對方聊天要有聊不完的話題 這是一個習慣的轉換 假如你每次聊天都是想很多 就是希望對方回應你什麼 希望他給你一個好反應壞反應 又或是你在聊天的過程中會一直批評自己 你沒辦法去察覺到互動中的流動感 會一昧的去想要保持一個你以為的好形象 怎麼說這一個 好蠢喔 他一定會覺得我很笨 這樣你都喜歡怎樣的女生 我喜歡很笨的女生 我這麼笨 他一定不會喜歡我 我又在說蠢話了 唉呦 你會很容易忽略掉當下互動 而去想以前你不好的回憶 又或是你怎樣聊 可能會去造成怎樣的結果 一個比較有效讓你打開畫夾子 又讓你不會變這樣的模式是 你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去國外旅遊的遊客 你對什麼都很好奇 到國外了就會想要吸收很多各種新知識 或是當地文化 你不會想說我問這問題會被拒絕 又或是我講這個好嗎會不會很蠢 我說這些會不會有損我形象 而是好奇心讓你會想要一直去問問題 因為你真的不懂 而不會想到問題了卻卡在那不敢問 你打算之後結婚生幾個小孩 那之後你想要讓老婆跟公婆住 還是自己搬出來住 你會想把錢都交給女方寡嗎 有沒有去驗過身體 知道自己有哪些疾病嗎 2020年 要選總統了 你覺得哪個人適合當總統 我不是要你把好奇心拿去問這麼沉重 讓人有壓力的問題 而是輕鬆自然的 可以比較有趣的 可能突然看到對方髮型有點不一樣 就說你都去哪邊用頭髮的 很好看 男生通常都用哪些牌子啊 之後聽他分享完再丟相關的經歷去分享事情 在聊的途中又會觀察到這個人 會有哪些你好奇的點在丟問題 可以問私人問題 但是這些都是在你們已經聊了很多事情之後 你很怕自己聊天會不會問的問題太侵犯人 你就想這樣的問題 你自己被問會不會不舒服就好 會的話那一開始最好不要問 其實閒聊聊的話題都不重要 沒有什麼聊什麼一定會讓你加分 聊什麼一定會扣分 除非你每次都問你有多少間房子 車子 名下財產多少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不用怕的去聊天 這個行為是重點 而聊好聊壞的關鍵因素 重點在於你最一開始聊天的出發點是什麼 你不會因為去旅遊 問這邊當地有什麼好吃特色餐廳 當地人不跟你說 你就難過個半天吧 為什麼不跟我說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你們當地人一定不愛我 不喜歡我 嗯嗯嗯嗯嗯 你不會這樣 但你喜歡的人 假如不回你 當地有什麼好吃的 他不喜歡我才不跟我說 嗯嗯嗯嗯 可能就會難過半天 把出發點改一下 把自己當作遊客 再來是閒聊 我們要傳達輕鬆自在的氛圍 讓聊天話題是開心的 那我們當下聊天 我們是不可能去批評自己的 沒有人可以邊批評自己 邊讓對方聊天感覺好的 這就好像 你狂翻著白眼說 你這人真好 我很喜歡 那會呈現一個很怪的氛圍 所以不需要讓聊天變這樣 把自己當作去國外旅遊的遊客 讓好奇心去當作你聊天的向導 只要你好奇的都可以聊 聊天閒聊的時候去享受當下 不要批評自己 你不可能同時間覺得自己爛 又同時間想要對方感覺好 好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 還有分享唷 不要亂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